这两天好多网友问,你工作了16年,为什么现在才出来举报?因为原来岁数小,我不懂领导怎么交代,我就怎么做。况且自我参加工作以来,冷江公司一直是这样做,我不懂这是有问题的。后来随着网络信息越来越发达,冷江公司造假也越来越多,越严重。我查了一下国家的法律法规,才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大家建议我去的那些相关举报部门和有权限管的部门,我都去实名举报了,但他们都不查,因为黑河公司和冷江公司是上下级管辖关系。所以2018年12月29日,我最先向黑河公司经理黄亚辉2020年5月退休反映的情况。黄亚辉说,我所反映的冷江公司这些问题不算什么问题,公司造假也没套多少钱,而且黑河公司从上到下都是这么做的,这也是上级公司同意的。 他还说,我是因为刚生完孩子,产后抑郁胡言乱语,我跟他说,如果黑河公司不能处理问题,我就向保监会举报。黄亚辉却说,孙小刚是省公司派来的,黑河处理不了。 嫩香公司这么多年,不仅孙小刚有问题,你如果举报会牵连很多人,到时候嫩香公司以前个人经理都得备查,所以孙小刚不能出事。 虽然他说整个公司从上到下所有领导都这么做,但我并不认同,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领导不至于这样,因为不管怎样,最起码要为公司、客户和国家作响。 当然,上完下天的行为肯定全都有,不然那些领导们的钱从哪来的呢? 大家都可以看看,黑河地区公司的老总和副总家家过的都是什么生活,一套房子上千万,还能住一套闲一套,仅靠工资不吃不喝能攒勾吗? 倒打一耙说我诽谤他,请问,你仅靠工资能供着洗孩子出国留学吗? 还有,人人都知道黄亚辉家有钱,他那么多资产是怎么有的呢? 大家都可以查查,如果真的没有问题,为什么黑河公司和嫩江公司明明是上下级关系? 我提供证据实名举报,不仅不处理,反而是黄亚辉联合孙小刚和白姐,无所不用急急打压我,报复我,黑河公司和嫩江公司到底是上下级关系,还是金钱利益关系? 有篇文章说,如果公司有缺点,好的员工要去修正,这个观点我认同,所以当我发现问题时,也敢于指出了错误,是对公司好,希望公司改正,换来呢,却是这些领导的逼迫,打压和恶意开除等各方面的报复。 黄亚辉,孙小刚,白姐他们敢这么做,无非是仰仗两点,第一,公司上下全都这么做的,所以我在公司内部举报,黑河不处理,黑龙江省公司不答复。 第二,我当那么多相关部门去实名举报,他们也都不查,黑龙江引保监局自己都承认不懂业务,受理却查不明白。 好,好了.